回成都了 在家待几天 然后出去旅行 这是成都的锦江区 对面是华西二院 有用有点拉肚子 带他来看一下 拿了点药 现在中午12点08 附近有个商场 去吃午饭 我现在蓝点这里 商场在 斜对面 华西 赖五 五二八 成都有十多个区 这个区 我们来的比较少 这商场是第一次来 门口还有个玩的 商场的中间 分区的A区 特色餐饮 手柴炉烤鸭 一把骨 去吃烤鸭 不知道在几层 A区品牌索野 美食在第三层 电梯 楼上是这种 开放式的 这个商场好空旷啊 不像 到了 不像其他商场 都在建筑底下的 人挺多的 好好好 坐这儿吗 坐这儿吗 按摩有点吵 坐这儿吧 菜单 涮荤菜 涮素菜 精选凉菜 特色小吃 汤锅 这个是套餐 没有三菱餐 188吗 网上有吧 188的这个套餐里面很多我们都不喜欢的 138的这个喜欢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这个鸭只有半只 我们再点半只就行 那就点这个138的再单点半只鸭 半只鸭是58 哦 哦 其他的那些大部分是放到这个锅里涮的 哦 辣卤 卤鸭子 海带土豆 这一种知识吧 啊 一种知识 啊 行 好倒的 甜面酱 这好薄啊 这水滑肉要不要放下去 要要 蘸的酱 小工豆花 鸭皮 脆脆的 那我准备一下菜卷一点 可以炸炸料卷 也可以 就好之后这样炸也行 味道怎么样 这里面还有 肉 这应该是鸭肉吧 炖鸭汤 对的是吧 看 鸭子偏好之后 鸭汤 第一次吃灰色的豆腐 水滑肉 水滑肉 露外面裹的面滑滑的 也有喝点水 手拆卢是连锁的 以前呢 在其他地方见过 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吃 味道还行 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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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汤